马来西亚第十三届大选投票日在即 反对党对本届大选寄予夺取政权的厚望 5月5号之后 我们可以做新政府 各位朋友 马来西亚长期有国民阵线执政 但在08年第十二届大选中 国阵虽然胜出 但反对党人民联盟也创下了佳绩 联盟内三个政党共取得了约37%的国会议席 并拿下了全国十三州中五个州的政权 依照宪法规定 无论是在国会还是在州议会 取得半数以上席位的多数党即可成为执政党 但满华青年团教育局主任张胜文认为 因为明连是以三个政党参选 即使明连能够赢得一半国会席位 三党中的任何一个政党都难以超越国阵议席数量 成为单一最大党 他也表示在本届大选中 皇族力量不容忽视 考虑到马来西亚跟英国的制度是一样的 我们还有一个最高元首 在各州 每个州都有一个苏丹 他们的权力就是委任州大臣或者首席部长 首相就由最高元首来委任 这个制度因为以往这么多届以来 都因为国阵大胜 所以他们的角色大家都淡忘 但是一旦出现了这种太过接近的话 最终决定是由最高元首的 另外当两党获得席位过于接近 一党以微弱优势成为执政党后 如果有少数议员跳槽 从执政党转入在野党 使在野党的席位变为多数 政局将会反转 亚洲周刊特约记者林友顺认为 这是对民意的歧劫 要避免这个民意被歧劫 当然在一党他有一支要求是说 修改法令 这个禁止跳槽 如果一旦跳槽 你要自动掀空一个机会 对于苏丹委任制度和议员跳槽行为 林友顺提出质疑 你在民主社会来讲 到底是民意大 还是苏丹的潜力大 还是说议员的潜力最高 在民主社会上的潜力大